第29题下列各项叙述 哪些属于道尔吨原子说的内容 道尔吨原子说 一切物质都是由微小不可分割的粒子所组成 叙述假是对的 因为是微小不可再分割 所以不会分为原子核跟电子 叙述已是错的 道尔吨原子说 说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性质 相同的质量 叙述柄是对的 原子说可以解释定比定律 所以化合物的结合原子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叙述丁是对的 原子说告诉我们化学反应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数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叙述物跟叙述籍也是对的 因此第29题问我们说 哪些是属于道尔吨原子说的内容 我们答案选的是 猪甲丙丁物籍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